争议昨天立法院决议了 不能挨化国格 上午行政院长毛治国 率领相关的部会首长 一共七个人 拜会立法院长王金平 还有各党团 希望来加入表达 他们加入的意愿跟方式 两院都表示了 如果不利于我方的条件 我们宁可不加入 就怕牙头行争议越演越烈 尤其场外抗议没停过 行政院长毛治国 率领重量级部会首长 拜会立法院长王金平 行政院立法院有了共识 这就是国际政治互相算计 加入牙头行得先跟别人沟通 大陆方面已经收到台湾意向书 欢迎台湾以适当名义加入 等到成为会员国 才会触碰到敏感的名称问题 届时朝野角力 在经济发展和国格争议方面 还得找出共识 否则又怕场外抗议 演变成另外一波 没完没了的冲突 中记者黄桂李威廷 台北报导 好 好